院長好 委員你好 院長請問您家裡有沒有請過外籍移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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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在高齡的時候身體非常的虛弱 都是靠我太太 我們有請看護來看護她 她是我們國人 是是 不管有沒有 院長我們知道總統在2016年就講過 勞工是民進黨心中最軟的一塊 去年她又說了勞工不能加班少了收入 是她心中的痛 所以我們說其實蔡總統是很關心勞工的 您同意嗎 同意 那您也很care勞工 很關心勞工 當然 是 院長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您所關心的勞工之中 有沒有包含外籍移工 有 有是 非常好 院長您在上任一年多以來 帶動新風潮 全民都知道您說過 有政府 請放心 請放心 請安心 但是這個安心 我想要請教的是 只讓 住在台灣的所有人都安心 不管哪一國 還是只有我國的國民才安心 應該是前者 是前者 對 因為 就像我們剛剛李貴民委員提到 您一直都是我們台灣最傑出的人權律師 所以不管是移工還是國人 院長一定會讓每一個人都很安心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在這次預期發生之中 我們在確診的第32例是失聯移工 在3月19日 我們發生有一個發燒的失聯移工 我們把他送檢的時候 他居然逃跑了 院長還記得嗎 是 我們來看看 這五年的數據 你會發現台灣的失聯移工 人數一直都很多 其實他們的佔比都超過一半以上 就是在上個月 失聯移工有49,334名 其中看護工有27,278名 都超過一半以上 院長您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逃跑 理由各有不同 是 那主要的理由呢 多種理由 多種理由 是 那是不是跟我們勞動政策有關呢 老實說台灣對於外籍移工 在全世界比起來算是很好的 但我們也研究了這方面 前天我才找包括勞動部 包括內政部相關部會來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總統也特別非常重視這個數字跟應該面對問題來處理 對 院長其實我們在這個議題之中 我們常談到紓困 紓困不但需要錢 我們在經濟上的紓困 其實很多人都提到需要法令的紓困 因為我們在台灣 大概 這是根據這個立新基金會的調查 去年的調查 他說大概有84%的家室類的移工 他們連假日都沒有辦法有輪替照顧的機會 那請問院長您知不知道 在長照政策中 聘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 能夠使用 喘息服務的申請條件會是什麼嗎 來 任長先生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 其實有關於那個喘息 就是我們勞動部跟衛福部之間 為了讓我們的家庭看護工有這樣一個休閒機會 但是因為我們 就是依照衛福部的這邊商討的結果 目前是有 以這個比較重度的 還有那個中低收入的這個部分 可以來申請喘息 市長有補充嗎 社會上很多反應說 因為他在照顧的過程中 其實這些康護工也需要喘息 所以我們有開放這部分了 是 因為其實從院長 在上一次當院長開始 其實我們對於移工的人權 我們都開始在改善 改進很多 那我們在2018年12月開始 我們開始可以讓 擴大 就是我們長照的這些 外籍看護工的長照家庭 也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可是我們的標準 我們申請的標準定的很高 各位可以看到我準備的 它是照顧失能者的程度 要7到8級 而且要獨居 主要的照顧者是70歲以上 院長您覺得這樣的條件 是不是過度嚴苛 我們的移工和雇主 真的能夠喘息嗎 我是一直覺得 那時候 老實說 我們家本來我媽媽 那時候要請外籍移工 那個 那個 那個介紹 手還是什麼 第一個 就是什麼巴士亮表 要幫我們做假 第二個 說不能給他手機 第三 不能給他休息 他會去跟他的同鄉 聯絡會跑掉 等等 我們家一聽 算了算了 我們不做這個事 我是認為 外籍移工也是人 尤其是來照顧 我們的長輩 或者 這個沒有辦法治理的人 無論如何 應該給他 也是一樣休息的時間 我是認為 台灣人 也都會要求這樣 所以 你看我們如果 如果有媒體報導 哪一個雇主 這個欺負 或者 不和 人道 對移工 或者看護 過分的話 其實變成全社會都 都會譴責 都會譴責 對 所以 這個有很著名的例子 是 我們不再講誰 對 有很著名的企業家 太太有什麼 發生這種事 幾乎就 自己就錯掉了 所以 我是認為 政府政策 這一方面 應該要 合理性的調整 是 對於這些長照的家庭 的移工 喘息啊 各方面 我們要合理化嘛 否則 像剛剛院長自己 以身 來說 說法的話 就知道 這個有很多規定是不太合理的 對不對 我講一個實際 如果不是壞名人 他又不早 把自己國家 自己家庭 他自己的家人 或者孩子 也是放著 來到我們家 賺這個艱苦錢 電腦 來照顧我們的事大人 還是照顧我們的親人 所以 我是認為 台灣要作為一個文明國家 應該往這方面提升 相關辦法 應該往合理性修改 院長 我真的非常尊敬您 剛剛這一段的說法 所以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長照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 已經進入高齡化 我們長照的整個照顧人 人力是非常缺乏的 我這上面所舉出來的這些 缺額 其實是衛福部所做的一個研究 所以我們到現在 人力短缺是8000人 其實很多 都是要靠外勞 就是像 剛才印章你講的 人家也是派名人 飄洋過海到台灣來 幫我們分擔了很多 我們做人子女的 的一些責任 但是我們又看到了 看到剛剛我有提到 包括現在私聯的移工 就有27278個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私聯移工的這個數據一直居高不下 這是代表著另外一個市場的需求 看護工 目前的如果現階段的條件 我們不改善 他們就走 走去比較好的地方去 然後雇主 其實我也要替雇主來講話 雇主也很可憐 也是沒有合法的管道可以聘雇 立即補充的移工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缺工的問題 不是只有我們剛剛在講的家庭而已 剛剛湯慧珍委員也提到了這個外籍移工的問題 我們昨天就是這個三天前的新聞 說第三第三行下 我們重大建設缺工 所以勞動部要趕快修法 希望這個營造工不要受合配比例的限制 不只是這些營造建設 國家重大建設缺工 所有的產業同樣是大缺工 我們目前這個數據 我們有26萬個家庭 就是靠著這些社福類的移工進來 合法引進的 可是農林漁木業 我每一年的夏天 我都看到林明珍縣長 南投縣林明珍縣長 每一家都出來說 我們採茶的農業的移工 拜託政府一定要更坦性更開放 所以雖然現在我們看起來 已經有72萬名合法引進的移工 但是從失聯移工 這個人數居高不下降 看來我們的產業還是缺工缺得很嚴重 但是因為我作為一個 以前是一個警政學者 我也研究過 我們看到新加坡在保障外籍移工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做 他們是幫 他們的雇主會幫外籍幫助 投保醫療保險跟意外險 所以他的工作許可證 他的效期大概是兩年 但是你只要合法 只要守法 那個雇主就可以不斷的 再幫你更新 一直延長 所以我們在談的時候 不只是看護工的問題 需要法規紓困 產業也需要 因為只有好的勞動政策 才能夠沒有缺工的煩惱 我不知道 院長是不是同意我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我們應該適度的 就不要再抱殘首缺 因為我們過去1989年 我們開始引進外勞的時候 我們說的我們那個叫做 我們叫做補充性勞力 但是現在是替代性勞力 有很多是已經很 而且是不可替代性的勞力 所以我們能不能在增加這個政策的誘因上面 勞動政策的誘因上面 給合法的勞工外勞 讓他們有合法的誘因 守法的誘因 委員你很認真 這一些你整理得很好 我們前天在會議上 我已經做的結論 就是要求相關部會務實的 我們現在確實哪一些工程等等 事實上是缺工 以至於沒有人要來投票 或者工程做不下去等等 我請相關部位包括勞動部等 就相關這一方面 反正正是什麼對症下藥 然後應該修改就來修改 應該改善辦法就來改善辦法 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我前天主持的會議上 結論已經這樣要來做了 非常感謝院長 我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其實我也長期參加很多這個 其實就是院長您創辦的人口販運協調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想要跟國際接軌 因為從1999年開始 國際勞工組織 他們就提出一個叫尊嚴勞動 Dicent Work 這個主張 他們希望各國政府都能夠強化去對於弱勢勞工的保護 所以我們其實在十年前勞動部 那個時候勞委會就已經炒擬了家事勞工保障法 那時候我還在政府有一點堅持 所以我常常要代表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到國際間去告訴人家說 我們是有心要改善的 那請問這套這個家事勞工保障法已經十年了 好像還是數之高格是不是 方法委員 其實我想不管是家事勞工或產業勞工 我們都應該要來保護他們 那這個家事勞工保障法其實牽涉很廣 因為您也知道 您對這方面也非常深入地在研究 其實我們的家事勞工 它的雇主跟我們的產業外勞的雇主是不一樣的 產業外勞雇主是key up 它是有生產能力 它有訂單或什麼有企業的營運的收入 但是我們家事勞工大部分都是一般的 而且請家事外的很多都是這些比較中低收入的 那因為家裡長輩的需要 那所以你家事勞工的保障 其實第一個牽涉到大家都是說 是不是要適用勞機法 那這個會 我們是認同這樣的方向一定要保障 但是很多還是要社會的溝通跟共識 謝謝因為時間快到了 我要趕快把它講完了 因為我覺得剛剛 剛剛院長其實做了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我們一定要有好的 要調整成為好的勞動政策 可以降低失聯勞工 其實我更關心的是 我們現在這家事勞工 雖然剛剛這個部長說 那個產業類的他們有生產的能量 可是家事勞的勞工跟台灣的26萬個家庭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很可悲的是 我們如果去Google一下說 哇那個這個外籍移工逃跑 家庭很辛苦的時候 你就看到有185萬 很可憐的 家事勞工工 你請給你 好 把這個勞動政策做好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你們